还说依据宪法 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中华民国 不过蔡总统却批评马英九 说这种说法很过时 两岸是不同国家 马英九办公室就怒轰了 蔡英文公开提两国论 否认宪法根本不适任当总统 马英九访路曾提出宪法 高喊中华民国 包含台湾和大陆地区 就是指连大陆都是 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不过总统蔡英文却这么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他这个论述应该是 在1970年代的论述 跟现在的环境是有一些差距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网友炸国炮轰 马英九跑到大陆喊中华民国 蔡英文到美国却都不敢喊 马英九敢讲大陆 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蔡英文是不认同中华民国吗 专家更执意 当麦卡锡把台湾都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时 怎不见蔡总统当面抗议 现在人家称他唯一一个中国 那你请去跟麦卡锡抗议 华里马拉总统称我们才是 真正的中国的话 为什么不抗议呢 麦卡锡开口就要加快对台军售 网友也痛骂 这就是要做生意的概念啦 毕竟台湾给钱这么大方 生意人要你快买高价武器 我们难道还要为此得意吗 台美关系坚落磐石 就不会说我们的总统 去那里被矮化 麦卡锡什么都不提 只有提要卖武器给台湾 做生意 把台湾当作一个抗中的筹码 采卖会后 大陆宣布要在广东 进行军演射击训练 还提出了航行警告 一场会面台湾得到什么 又得付出什么代价 答案将会越来越清楚